家里面跟我说 你妹妹跟你男朋友走得很近 世祖姐姐 找了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作为人从小就觉得 我比她漂亮一点 喜欢姐姐的情绪是吗 你们太残忍了 习惯了 你让我永远别去你们学校 因为我姐穿得特别性感 巴上男生全部 来要她的电话号吗 你又嫉妒了 你自卑 知道一个假想敌 最爱你的姐姐啊 姐姐 我应该支持你 起来 有请主持人 涂蕾 真心致歉 重新开始 谢谢你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认识一下 这期节目当中的三位老师 她们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怡 资深的媒体评论人 石属思 知名女主播 胡斌 来看到今天的 对不起之后的故事 我们俩从小 我们俩从小是一直长大的 她从小就比我漂亮 比我优秀 我正在她的面前 就像丑小鸭一样 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一直都很羡慕她 我觉得我也不比她差 为什么她有的东西 我就没有 只有一天 我要超过她 让她也羡慕我 我发现我错了 真的大错特错 她是我姐啊 我却因为心理的一些嫉妒 深深伤害了她 剩下我们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心里面特愧疚 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原谅我 姐 我希望 你可以接受 我最真诚的歉意 又是嫉妒 姐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嫉妒你 但说不嫉妒 又不是说 你就可以做到的 那是人之常情 这种嫉妒到底来源于什么 我们首先有请 被制仙人 姐姐 姜蓝 你跟你妹妹长得好像 我看见你之后 再看见她 我似乎知道 她为什么要嫉妒你了 我们其实一直关系都挺好的 从小到大都两个人一起玩 要说因为什么让她嫉妒的话 可能就因为我前男友吧 来说一下 前男友怎么了 我跟我前男友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我们顺利地交往了半年 我把她带回家里面见父母 然后家里面的人都挺喜欢她的 我妹妹也喜欢她 觉得我带回男朋友很优秀的那种 那后来我们从家里面出来 各自工作的时候 我太忙了 我没有管太多 然后家里面打电话跟我说 你妹妹跟你男朋友走得很近 我也没有引起重视 我觉得我男朋友跟我妹妹 关系玩得好 都挺好的呀 这是一件好事情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发现 他们一起去看球赛 但我不知道 那我觉得有一点遭到背叛的感觉 然后我去问我男朋友 自问她这件事情 她说她觉得妹妹更适合她 然后我太强势了 让她太累了 我再去问我妹妹 我说你是属于亲人的那种喜欢 还是属于男女的喜欢 她说是后者 那我想你们俩相互都有感情 那我就退出吧 所以说我就一个人走了 到了浙江那边之后 就给家里面稍微说了一下 我就想着既然我走了吗 那我成全你们的吗 肯定他们就自然而然 应该走到一起了 他们俩现在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你恨你妹妹吗 我觉得我是很生气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说 我一开始带我男朋友回去 我妹妹说 这是我喜欢的心 我真的很喜欢她 那我会想办法说 这个事情还可以缓解 但是都过了这么久了 家里面的人都发现了 我一个人最后发现 我那个感觉是很伤心的 你是不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还要等到爸爸妈妈来提醒你说 妹妹要把你男朋友给撬了 我去浙江那边我有反思 我觉得可能是吧 可能有的东西我得到的太轻松了 所以说没有太在乎吧 你觉得你的条件 比你妹妹优秀吗 就是说作为人评价的话 从小就觉得我比她漂亮一点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我妹妹是很善良 很贤惠的那种类型 很善良 很贤惠的类型 但是却抢了姐姐的男友 我特别想见见这个妹妹 妹妹叫江超 掌声欢迎江超 确实是不一样的风格 你是很嘻哈的风格嘛 对吧 你不是很运动很嘻哈的风格吗 这是很温婉淑女性的风格 我姐是属于那种 比较性感的那种吧 她漂亮你漂亮 我觉得她太漂亮 她比你漂亮多少 很多吧 从小到大周围人都说她漂亮 所以你要抢她的男友 没有 我没有抢她的男友 其实我来这里就是想跟姐说 姐 其实你误会了 我跟哥哥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来这里确实要跟你道歉 其实我就是不应该瞎着你和她去看足球赛 现在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吗 没有来往了 断绝来往了 对 分了 我们就没有在一起过 那你喜不喜欢她 会有一点好感吧 你什么时候有这点好感 聊天吧 就是因为之前我和我姐从小就玩得挺好嘛 感情也挺好的 但是有一天我姐突然打电话回来说 她要带男朋友回来了 然后我也挺开心的 她把男朋友带回来 我才发现哥哥阳光帅气 我也挺喜欢的那种 然后感觉她挺没有距离感的 也挺聊得来 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 因为想到以后可能也会成为亲人 然后平常姐姐你知道吗 我之前聊天 我们都是一直围绕着你聊的 你们俩聊她什么呢 就是我就会问 就是如果她没在家里面 我就问哥哥你和姐姐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这个星期回来晚吗 就是这种 后来不是怎么的 然后我们就聊着 就没有聊姐姐了 就聊到 我和她之间 顺便聊一下 最近在干嘛或什么的 怎样的语气 就是很平常的 就像朋友那种 你最近干嘛这几天 然后后来有一天 那个哥哥他就问我 他说你今天有时间吗 他说要不去一起看球赛吧 我说你怎么不在姐姐呢 他说你姐最近都好吗 我问了他 他说他没有时间 说那不要不去吧 我说好啊 就反正也无聊嘛 就跟他一起去看了球赛 你没有跟姐姐说这事儿 没有跟他说当时 球赛看得高兴吗 那是第一次和哥哥 出去有外出的活动 还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没有跟姐姐分享这份开心吗 没有跟他讲 当时没有说 这会儿是有点喜欢上他了吧 有一点 这么说了 还是那个男人主动 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他有提过吧 就经常聊微信的时候就说 觉得姐姐就比较强势嘛 就跟他聊天什么的 就觉得有压力 然后跟我聊天 就还蛮轻松的 然后觉得蛮愉快的那种 那后来怎么又不联系了呢 你们俩不是处得好好的吗 还看了球赛吗 后来那个 我姐姐就可能有点误会了吧 我也不知道其中原因 她就走了 然后我打电话 他也不接 然后微信 他也不回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姐姐误会了吧 然后我也没跟那个 他那个男朋友联系了 就这么断了 对啊 那男生也没找你了 他找过我 但是我没有跟他联系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真喜欢 你可以出啊 因为 当时可能想法就觉得 姐姐 好幸运了 就怎么就找了一个 这么帅的男朋友 有一点 剧度姐姐 你跟你姐姐从小 一直感情很好 对 其实感情蛮好的 那你父母更喜欢谁呢 就是更喜欢我姐姐的 对我姐姐 偏爱蛮多的 为什么呢 我姐就是从小 长得挺可爱的嘛 就蛮讨 爸妈喜欢的 就小时候买衣服啊 这些都是 是先带我姐姐去 买她喜欢的款式 然后我姐姐就先去选 穿了一年样子 带我捡她胜的穿 像家里面吃菜那些 也是按照她的口味 因为我姐也蛮喜欢吃酸的嘛 然后家里面做菜 基本上是酸的那种 偏多一点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家里面的人可能 真的要在乎我多一点 但我妹妹可能 她不爱主动争取 那如果家里面 爸妈说要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很直接了当地说 我要 我要怎么的 然后就可能顾及我这边 就你也感受得到 家里是偏爱你多一点 有 然后包括爷爷奶奶 小时候我跟我妹妹 争一个玩具 那玩具掉在水沟里面 我说是 我说是妹妹搞下去的 我跟爷爷告状 爷爷让妹妹捡 她也不会说 再问一问 其实我知道小时候 这些事情 有多少少少的 让妹妹感觉到一些 不公平可能的 你们俩谁学习成绩好一点 我好一点 你也好一点 对 我姐从小学习成绩 就是那种拔尖的那种 所以说我妈 当时特喜欢给她开家长会 因为给她开家长会 每次基本上都是受到表扬 然后跟我开家长会 就是从来没得到表扬过 然后老师还会给我妈说 让男生她不是姐妹吗 让男生多辅导一下妹妹吧 说我成绩不行什么的 脑袋不聪明 然后觉得 你觉得你脑袋不聪明吗 我觉得不是 因为姐姐从小就那种 自带光环嘛 又一直就特优秀 我不管怎么敢 也赶不上她 就学习这方面 给我特别大的压力 我觉得 就人见人爱那种 对 你就是人见人闲 不是被闲 但是总是被忽视 就感觉没人在乎过我 就被她的光芒给掩盖过去 对 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 我才毕业 大学毕业 对 姐姐读大学了吗 她没有 那为什么她成绩好 反倒没读大学呢 对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 在中考的时候 遇到非典 然后我得了急性肺炎 然后因为这个病 我中考发挥失常 但是我妹妹考得挺不错的 她两年以后 顺利地高中 顺利地大学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说我妹妹有多少委屈 有多少觉得不甘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人生路 不是不一样的了呀 你复读就是了 你底子好 我们家里面也不是特别好那种 对 我出来了 家里面就供一个大学生 可能还更轻松一些 物质上面 可以更多满足她一点那种 就没想过说 你看这个时候 你已经不在她的光环后面了 不挺好吗 我也以为 从此我的人生就可以 光明了 但是其实并没有的 怎么了 就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吧 就有一次把那个老师 内部职的一个作业嘛 我就闹在那个家里面了 就我妈叫 我姐给我送过来 当时她过来的时候 就引起我妈上的轰动了 引起轰动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姐穿的 特别性感那种 又还化了妆啊 特别精心地打扮的那种 就来我们的学校 然后来我班上就说 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江超的姐姐 我跟她拿下作业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理科 然后 男生多 对 男生比较多 而且女生也是 挺朴实的那种 就一下子看到她那个 揣着个高跟鞋 穿得那么漂亮 一到门口 男生全部在起哄 你特意打扮了 我没有特意打扮 那你踩什么高跟鞋吗 我觉得一个从去女孩子 都是很时尚漂亮的呀 然后我又出来工作了 我形象这些 我肯定得注意啊 当所有的男生 都对你侧目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骄傲感 这个没有任何的 没有 因为那是我妹妹的同学 都是一些矛头小子 但是有男生一起看你 那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吧 我们帮好多男生 就全部在那里沸腾嘛 下了课就老师就说 安静 安静 就上课了 然后我姐把那个本给我 我就出去 然后把本拿了之后 我就特别凶 她就说你别爱我学校 你快滚吧 就是那种 快滚 对 就是说的还是挺狠的 当时 你又嫉妒了 因为她走了后 下了课 班上男生全部来问我 要她的电话号码 你给了没有 有些给了 你为什么要给呢 因为里面有一个男生 可能是我大一就喜欢的 她也来找我问我姐的 给了吗 给了 那你给她干嘛 不是你喜欢吗 对啊 因为喜欢 但是我觉得 就她都问我要了嘛 因为平常我都不敢怎么找她说话 或什么的 就成了你们交流的一种筹码 算是吧 反正不知道怎么 我觉得还是给了 但是心里面特别不舒服 其实我也特别生气这件事情 你把电话给那个男生 你通过了你姐姐的同意吗 我姐因为 就是有时候走在他街上 都会有人来 问他要那个电话号码 没那么夸张吧 真的有过 确实漂亮 也没夸张到这种程度吧 有过 把我们的男人都当什么了真是 哎呀 姐姐是一个阴霾啊 从小到大 挥之不去 即便读了大学之后 该依然逃不出你的阴影 我来测试一下现场的男生 现场所有的男生 对于妹妹有好感的 从外形上来看 或谈吐来看 有好感的请举手 一个 喜欢姐姐的 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你们太残忍了 放下来 你们这些人呢 就看外表 习惯了 其实说实话 我对我妹妹吧 可能就因为家长啊 老师啊 都有一点偏爱我吧 然后其实我对她有点 很过分的 她喜欢攒钱 我用钱大手大脚 我用完了我就去 把她的翻出来 也给她用了 你还用她的钱啊 对 我去她房间里面翻 她藏得很严 我的钱都是 就是分开藏的 就是这里藏一点 那里藏点 就是房子 我姐那种 就是找到一下就没有了 你姐姐是狼啊 没办法呀 你知道吗 那个钱 因为她拿了 我还不能给我爸妈告状 就是告了也没用 就是给我爸妈说 爸妈 你看我姐又来拿我的钱 什么的 你有理解读书行吗 那你读书行 那我也多给你点钱 就是那种 然后倒背教训一段 你从小到大都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想吃个辣的 没有 想穿进漂亮衣服 穿剩的 想玩个玩具 没有 连压岁钱藏都藏不住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我特别想跟天下的 很多的父母说 父母对孩子的赞美 这个赞美的方向和定位 影响了孩子的价值观 同时也影响孩子之间的 一个关系 很多家长赞美的 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你怎么漂亮啊 但其实真正的 对孩子的赞美 应该是赞美 他内在的一些品质 比如说温柔 勇敢 有爱心 勤劳 懂得分享 很努力 很自律 应该是赞美他的一种 内在的品质 而当这样的赞美 给予孩子的时候 孩子不会去太早太多地 去关注外在的这些比较 我觉得我老我妹妹的零钱 零用钱就是小时候 就应该好好说我的 那我后来我就因为这样 我做了一件挺过分的事 然后现在想想的话 是挺后悔的 我那个时候出来工作 然后工资也没多少 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子 我需要跟客户谈 然后就要请客吃饭 然后那时候因为 攒了几千块钱了 我又一下子给他拉了 我觉得那件事 都觉得我特务一须 我藏起来的 藏哪了 就藏在那个 我睡觉的那个地方 你不知道存起来的 因为那个钱 是我已经取出来的 就是马上我第二天 就要去买电脑的钱 所以从藏钱和找钱的 这个情况上 你姐姐确实比你智商要高一点 你总藏他总能找得着 那五千块钱你攒了多久 我就攒了医学期吧 去打了医学期的暑假过 你准备那五千块钱 是用来干嘛 就买电脑的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就没有电脑 我们寝室四人一间 就是他们三个都有电脑的 就感觉大学电脑 是标配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知道 他有这五千块钱的 你也是神通啊 不是 我就是属于说是去碰碰运气 就感巧了 真的特别巧 就能家贼男房啊 他没钱花了 就到妹妹房间去碰碰运气啊 真想不到一女生 长得漂漂亮亮 喜欢干这事 我就也就只拿我妹妹的 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嘛 我那天晚上请客吃饭 吃了之后合同签下来了 然后我就想跟我妹妹说 我说你的钱我给你拿了 然后呢两个月之后 提升下来我就给你 那我妹妹当时刚好就来心思问罪了 我就跟她解释 我说这个钱我拿去这个单子很重要 那妹妹就说 她说我买电脑也很重要 就因为这个矛盾点 我们俩就相互都不理解对方 然后 我特别委屈的是 你说把我钱拿了就算了吧 而且她还拿钱砸我 就砸我脸上 你还拿钱砸她 就因为当时脾气上来了 我觉得我出来工作 这个单子这么重要 可以事业这种又得到一步上升是吧 然后你理解一下我嘛 你反正学生电脑的话 你还可以再借着用一段时间 那我把这单子弹下来了 我到时候钱一样地还给你 然后她不理解 我当时脾气上来了 我就把钱包里面剩下的几百 就扔她脸上了 这点你是太过分了 你干了活的人上了班的人 想找个机会就跟她说一下 你后来道歉了吗 后来 没有 因为我们当时 你应该给她买台电脑 给她道个歉 冷占了两个月 还冷占两个月 你心眼也够小 就是因为我就是想着 我提升下来 我给她了嘛就好了 然后后来是哄一哄就好了 但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 冷战的时间是最久的 来 这会儿我再问问 喜欢姐姐的请举手 没有了 喜欢妹妹的请举手 喜欢妹妹的多了 你看吧 看人不能看外表 得看一个人的品行 得了解 知道吧 这是你们所有的矛盾 是吧 你们就没有好的时候吗 好歹一起过了这么些年 成长这么大 我们二十多年 最最让我感动的一次就是 就是我那个时候 得非典那一次 那个时候 得那个病嘛 很吓人是吧 然后 平时的老师 同学 朋友 跟我玩得很好的 就一下子都吓着了 全部就跑了 教室里面都整个空出来了 然后 我当时 已经是那个急性肺炎 很严重 当时也就我妹妹一个人 跑到我们班上来找我 她说 她就守着我 她害怕我死掉 那时候 然后其实 这时候我已经高烧的 没有力气跟我妹说话了 然后我妹就一直跟我说 因为以前小时候 我就开玩笑 跟她说过 我说 我说你看电视里面 都是这么演的 你要是谁要死了 你跟她一直说话 一直说话 就死不掉了 然后我妹就一直跟我说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骚得意识清醒 但是不能说话了 那种 那是多大的时候的事 中考 中考 2003年的时候 我姐 她对你这么好 对 我妹妹那个时候 真的很感动的 如果当时 如果我真的是非典怎么办 就相当于我 跟我妹妹都得感染 都得传染吧 既然被妹妹感动的这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拿她钱的时候 绝不手软 小时候我姐 对我 就蛮好的 其实 只要我有困难 我姐还是会 第一个冲在我前面 就保护我 就感觉还是像我的 保护神一样 我记得 小的时候吧 有一次 我姐就为了保护我嘛 就被那个狗咬了一口 被狗咬了一口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妹妹她说 她说我想吃肉 刚好邻居 炖出来的 放在桌上的 然后她想吃 那我 当时那只狗 在睡觉 我就想着 我动作快一点 我拿一块就走 然后我冲过去拿的时候 狗就醒了 追着我们跑 这是你的强项啊 因为我 因为那时候小妈 姐姐虽然比我大两岁 她跑 其实跑得比我还快一点 我在后面就追着她 就说 姐姐跑慢一点 然后后面那个狗 就要快追上来 就要咬我嘛 然后我姐就一转身 然后就用手去打 就打那个狗 结果那个狗 正好就一口 就咬到我姐手上了 为了给妹妹脱块肉 被狗咬了一口 对 因为就这个事 然后我爸妈就 带着我和姐 在重庆那个地区了 后来我就在重庆读书了 因为感觉这是农村的嘛 然后穿得也挺土的 然后又 又感觉 自己什么都不如 那个城里面的孩子那种 我妹妹那个时候 就有一点自卑 然后有点口吃 也只有我一个朋友 就是因为我那边 有方言那种 我就不好意思说话 主要是没吃到肉 就老师抽我回答问题 然后我就有点结巴了那种 然后班上一个男生 就在说 原来张先生结巴你看 然后后面 他们都在那笑嘛 然后回去我就给我姐说了 我知道了之后 我就很气愤 我妹妹嘛 只能我能欺负 别人不能欺负的 那我去去 把那个男孩子打了一顿 你啊 对 你可以啊 然后老师给爸妈打电话 我就挨了一顿打 其实这个没什么的 就本来我作为姐姐 我应该保护我妹妹的呀 是吧 这种东西 伤害的是自尊嘛 当时姐姐像个天使 对 就觉得像天使 其实这两姐妹 其实相差不大才两岁 但是她们刚才说的 这些个家长里短 却造成了她们彼此之间的隔阂 以至于妹妹今天要来说 对不起 哎呀 不懂女人 我是16岁离开我爸妈 在外地生活 我也是一个小女孩 从家 从我的梁宁锦州 我们老家 到沈阳去读书 我走的时候 我妈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女孩子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是说 在你做任何决定 做任何判断的时候 你要先问自己 是不是清醒的 可能很多事情就会避免 我想你们小的时候 也肯定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 刚才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两个人一在叙述 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 她说两句 她说两句 对吧 就说明那个时候的记忆 是你有感而发的 你想去分享的东西 现在依然可以 只要你们还清醒 只要你们还认为 对方是你最亲的人 没问题的 在她心目中 她就是一亩老虎 我告诉你 始终就没走出阴影 我倒觉得不是你姐的问题 你自卑 你从骨子里就蔑视自己 你把这蔑视自己的理由 制造一个假想敌 最疼你的 最爱你的姐姐 有个姐姐爱都爱不过来 别人没有 多数中国孩子没有 为什么我支持生二胎 你们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养孩子 压力三大嘛 对吧 养孩子压力多大呀 花钱呀 操心哪 为什么 因为父母 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不是房子 不是存折 是给他留一个亲人 你有 你也有 从今天开始 认认真真地了解自己 当然了 来到这儿 做什么选择 是你自己的决定 好吗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谢谢你来了 姐姐 谢谢你来到这里 我给你道歉 因为 之前的那个误会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特别好 我什么事都告诉你 那件事却没跟你讲 害得你 走了两个月 你走了 我心里面空落落的 当然我也知道这些问题 我应该自信起来 今天我带了一个礼物 我想你看一下 转动传送带 妹妹我建议你说一句话 我今天无比的骄傲 我有一个如此漂亮的姐姐 羡慕死你们 我其实一直都很骄傲 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太棒了 来打开看看是啥呀 是一个相册 是一个相册 我们把这个相册 好像做成了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们抢的那个玩具 就是那个从水沟里捡来的是吧 对 对 这怎么像男生呢 这时候踩到城里面来 出发给我们剪短的 这是我们出发中的歌手 这时候 我就是一个相农的 你和她的相农区 也不 실험 对 就是这个相农的 是一个相农的 感觉 可能我和你的相农的 我和你但是 我妹妹真的是什么都好 如果说说有男生觉得她好 那时她也有眼光 你推销啊 不是 我是这么说 我是真的这么想 因为我妹妹都好 我肯定是知道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 老妹很多事情就不应该瞒着我 有 反正有你的选择题 我肯定都是选你的 所以说没必要说要什么事情 咱们都坦诚相待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就行了 我觉得其实啊 道歉虽然道歉完了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 有必要做一件事 跟那个前男友说一声 你永远也挑衅不了 我们之间的姐妹亲身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在我们中间 A或B这样的左右摇摆选择 最终是谁都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好 我没有任何选择 好 我就选择我姐 就永远和我姐在一起 好 将来肯定还是会产生矛盾 因为舌头也会碰着牙齿 但是记住 你们是姐妹 异母同胞 再见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我其实一直都很骄傲 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姐 你别说完你了 好想你的 对 我就选择我姐 就永远和我姐在一起 没错 人最愚蠢的就是比较 首先人应该比的是跟自己比 超越自己 这样的话如果你幸福了 才有可能找到生活的真谛 两姐妹在这个舞台上 重新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看着很开心 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 那些心存芥蒂的兄弟 姐妹 有话说开了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如果你有任何遗憾 需要弥补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说一声对不起 或说一声谢谢你 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都见不在 她是我比较小 我玩到大的一怕小 她不辞而别了 然后我妹妹也走了 现在人都没了 她说什么 她就是不责任 你是有点喜欢这妹妹的 四十年了你没承担过任何的东西 妹妹 哥哥对不住你 就连你的最后一面 我也没见到 对不起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